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因为疫情的关系 去年首度停办的 金融端午荣州赛活动 经过金融市政府与体育会 荣州委员会等相关单位 开会讨论后 还是决定今年要停办 至于外界关切的 外幕生常有活动 是否也取消呢 是否回复 5月1号报名以前 做最后确认 让人热血沸腾的 金融端午荣州赛活动 今年又看不到了 金融市长林耀昌宣布 虽然近期疫情虚缓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 即去年停办后 今年金融端午荣州赛活动 还是决定取消 关于今年荣州赛 在上个月 那我们的协办单位 还有荣州的委员会 他们召开了会议 然后针对今年活动的一个举办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讨论 那大家也是持着一个 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虽然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疫情防疫的部分 基本上还是蛮持稳的 那不过委员会他们 以及与会的人士 大家经过讨论之后 觉得说因为整个活动到时候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去确定 这个前来的一个人流 所以最后把他们做成了一个决定 当然也很困难 不过经过他们的一个讨论 那最后还是觉得说 今年还是先停办 那我也尊重委员会的一个 还有相关与会人士的一个决定 不过教育处方面还是计划比照去年 邀请全市各高中国中国小学生报名参加 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举办的 金融市龙舟版体验区位竞赛 至于外幕山参与部分 主办的教育处方面表示 因为活动时间规划在夏季 最后会不会取消 会在5月1号报名前做最后确认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另外针对太鲁格事故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当务之急应该是要抚慰 罹难者家属的伤痛 及协助伤者身心复原 至于交通部长林佳龙传出口头请辞 林又昌回应相信 部长会做出有智慧的决定 林又昌也证实他在第一时间 就决定要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他强调只要做就好 其他的不需要多说 针对太鲁格事故造成众多死伤 金融市长林又昌除了在事发当下 立即指派金融市消防局同仁 前往花莲资源救援 他认为现阶段最重要的应该是 协助罹难者家属抚慰伤痛 并协助受伤民众身心复原 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 协助罹难者家属 严犯来办理后事 抚慰伤痛 那其次是对所有的受伤的这些民众 要持续的一个关心 以及协助这个身心复原的一个工作 那这样的伤痛呢 其实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平复的 这个需要长时间 社会跟政府持续的给予一个关心跟协助 至于责任离清及台铁如何改革 林又昌表示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 不需要多说做就对了 而交通部长林家龙传出请辞负责 林又昌相信 他会做出有智慧的决定 责任的一个理清 甚至是包括台铁的改革的意见 其实这几天 媒体还有中央 其实都谈了非常的多 其实现在 其实不需要再多说 其实相关的工作 其实大家再多清楚问题在哪里 其实做就对了 那有关于佳洪部长的部分 我想佳洪部长是一个 做事非常认真 而且说实在还是做什么像什么的人 那我想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我想他会做出 有智慧有高度的一个决定 林又昌也证实 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决定捐出一个月的薪水 他强调 这是对受伤同胞感同身受的小小心意 只要做就好 其实不需要多说 记者张旗潘 接下来我们报道 再带你来看 卫福部基督医院 从4月6号开始施打AZ疫苗 院长林庆峰亲自带头接种 总共完成了第一批12位人员施打AZ疫苗 林庆峰希望借此提升医护人员 施打AZ疫苗的信心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 接种AZ疫苗前 卫福部基督医院院长林庆峰 带领12位自愿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 依照规定 先由专科医生进行询问和评估 填写基本资料后 接着前往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区 由林庆峰带头接种AZ疫苗 林庆峰希望借此提升 医护人员施打AZ疫苗的信心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 他的一些病发症 其实我们都了解 其实是都可以接受的 那只是我们要留意一下 他可能 可能后续我们需要 这个自己要去观察的 所以我们打完以后 我们大概会有半个小时 我们自己就在自己的急诊室这边 这个流关 那随时有情况 我们随时来应应 最重要是这个AZ疫苗 其实它的COVID-19 就是它随着遮盖的 这个病毒的这个效果 超过70%以上 是相当不错的疫苗 所以我们再次鼓励 我们所有医疗同仁 那今天跟我们好几位的 这个医疗同仁一起来这边施打 也是希望我们医院的医疗同仁 放下我们的疑虑 那我们就是打了这个疫苗 我们有这样一个疫苗的护照 那可以在很多的面对 这个不可知的未来的这个挑战之下 我们可以放心的从事 就是我们的这个医疗的工作 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 那祝福我们所有的同仁 祝福所有我们的市民 都健康平安 第一批12位医护人员 接种完疫苗后 同样依照规定到观察区 休息30分钟 林静峰感谢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的配合 也呼吁大家同样依照规定 注意自己在接种完疫苗 48小时内回报自己身体的状况 根据基隆医院的统计 自愿接种AD疫苗的医护人员 大约有三成左右 4月6号开始接种疫苗 连续三天施打完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未来要服务新疫区的民众 市政府环保局在正信路和东信路口 柴鼠桥附近设置了一个垃圾收集点 不过近来有市民强烈反应 有许多不守规矩的民众 在垃圾车还没有来 或者是不是收垃圾的时间 就拿垃圾来丢 最高一天之内被倒了300包左右 严重影响到环境卫生 环保局接获检举后 决定要加装监视器 在4月中旬前 稽查开罚 遏止外风 基隆市环保局清洁对稽查人员 展示即将装设的可移动式监视器 将寻找合适的地点架设 准备在4月中旬前 稽查开罚在非收垃圾时间内 在这里乱丢垃圾的民众 东信路跟这个正信路这边 张乱点 然后每天丢的垃圾量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环保局这边 基查队决定在这边装一个监视器 然后每天呼吁每天 丢垃圾的时段是 早上6点到早上9点 那除了这个时段之外的 民众请不要乱丢 要不然我们会依废亲法来告发 1200到6000不等的罚款 请大家留意一点 谢谢 那请问是不是可以累计累罚的 对对对对对 可以累计累罚 然后民众如果是说 我们骑摩托车或开车来丢的话 我们会以截土来 以车牌来来做告发的动作 原本为了服务信义区的民众 机动市环保局在 正信路和东信路口 柴鼠桥头附近 有设置一个垃圾搜集点 不过近来有市民强烈反应检举 有许多不守规矩的民众 在垃圾车还没有来 还不是收垃圾的时间就拿垃圾来丢 最高一天之内被倒了300多包左右 严重影响环境卫生 因此接获检举后 环保局决定加装监视器 遏止歪风 这阵子民众都陆续都每一天都有人在乱丢垃圾 所以说环保局就计划在这边安装摄影机 然后也可以遏止民众随便乱丢垃圾 环保局清洁队人员表示 这个垃圾收集点除了有来自信义区东信路 以及新丰街和深澳坑地区一带的民众 拿垃圾来这里丢之外 更有住在新北市瑞芳区的民众也拿来这里丢 假日之后的隔天垃圾量 有时高达7公吨左右 可以说是信义区重中之重的垃圾收集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来关心市民的通行安全 基隆港务分公司要在新二路上兴建育成中心 但因为整个人行道空间设置围离 造成临近信义市场的民众要走在马路上 基隆事员韩世玉就邀请市府港务分公司的单位会开 要求围离退缩 让民众有空间来行走 民众被迫走在马路上 但一旁明明有人行道 却整个被围离给封住 让民众比车征道相当危险 最起码你要施工这个工程 你要留一个通道 给老百姓一个方便 不只民众走在马路上 而一旁等公车的民众 也被迫在车道上等车 而为了一把路给封住 一旁的机车停车阁停得满满的 让新一市场周边交通大受影响 因为本来是要走在人行道 不晓得他要用到多少 他现在围到这边 前面就知道走外面是比较危险 市政府的话 怎么会从3月5号开始 然后到今天3月31号 整整20几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等于说放任整个工地 失作 完全不顾我们民众的用路权 我觉得说十分的危险也十分的担忧 原来基隆港屋分公司 在新二路兴建育城中心 将原本的建筑基地范围退缩 也配合翻修现有的人行道扑面 却因为施工的需要 把人行道给围起来 我们会尽快把这个围离往内移 第二就是这个工程会有一些时间 可能要到5月底 那这个议员这里 他也在要求我们尽数 来在安全无余的状况之下 赶快把这个工程完成 建筑这个围离的部分 应该还是要向我们 施工管理的这个主管单位 来做一个申请 那才有办法由市府跟港公司 甚至是要求责成这个施工厂商 能够达成一个地方的协调以及沟通 能够来友善这个通行的空间 那这部分我们会转请 这个主管单位来做一个查处 那如果必要的话 还是会请这个施工单位 应该要按照程序来做申请 经过会刊 政府交通处建议施工单位 驻用路边的停车阁 避免影响到行人安全 有关围离部分 建议退缩一迷雾 来确保行人通行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懂得聪明写车 缴纳排照税 我也有一套 现在只要手机下载行动支付APP 扫描脚管书上的QR Code 就可以轻松完成缴纳 当然其他移化方式也可以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 任你挑选 开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轻松缴纳动起来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败喔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亲眼 包括了元宵节 异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您曾经到基隆朝鲸公园的装置艺术 扫把就新拍照打卡吗 最近这像是哈利波特的飞天扫帚 现在只剩下细细弱弱的枯枝 完全拍不出美感 海客馆说 公共艺术本来就应该要随着时间回归尘土 但因为太受欢迎了 只能尽量维持恢复样貌 也提醒民众要发挥功德心 不要再碰触作品 来到朝鲸公园知名的拍照景点 飞天扫帚 民众拍照打卡 手扶着扫帚 还不断的变换姿势 差一点就骑上去 但这样的功德心 让公共艺术装置经常被破坏 景区都有这种共同的问题 就是做好了之后 可能去使用人少 然后维护上 不知道是因为经费 或者是疏于管理 所以就没有人去做维修的动作这样 实际来到现场 细细络络的竹藤 干枯的树枝 最近有民众反映 原本网美拍照打卡景点 和照片出现的有明显落差 让慕名而来的游客觉得很扫兴 我们想象中差很多 近看 近看 就好像几只枯枝 摆在那边 就绑一绑 那可能维修不够OK 真的要维修 所以才能够吸引我 外观观客来 而其实朝静公园内的飞天哨走 作品出自法国艺术家派崔克 在2016年的构想 原本哨把救星的艺术装置 主要是提醒民众保护海洋 但因为太像哈利波特所启程的魔法哨把 因此大受欢迎 甚至连总统蔡英文都慕名而来 海客馆说 原本公共艺术作品 就应该随着时间回归大自然 但因为飞天哨走太受欢迎 只能尽量修复 维持原貌 其实在朝静公园这地方 风大雨大 那又比较靠滨海地区 所以其实我们的艺术品 我们把它维护好之后 过没多久 它就会 又开始在浮化 然后有的时候民众来拍照的时候 它的知识 它会去扶着艺术品 那有的会骑在艺术品上面 那常常会造成它倒塌 然后我们就要再过来重新修复 那大概一年我们平均 每两个月要整理一次 大概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也是第一个就是天后一处 第二是民众的功德心 除了飞天扫走 朝静公园内的鹰五罗 像是海龟的双碰山 又称为基隆雨之窗 虽然海客馆承诺在儿童节 连续假期前完成修复 但也提醒民众发挥公德心 静静的拍照观赏 千万别用手触碰 降低对公共艺术的破坏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台湾国际慈悲关怀社区 20位领袖代表齐聚 共和第四届国际社区慈悲关怀日 着重重生到死的照护 及生命势能的增进 持续打造更多 以冷本关怀的慈悲社区 台北市打造的慈悲关怀社区 获得国际赞誉 今年迈入第四年 在台北市卫生局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及社区本身的努力下 持续成长 日前20个慈悲关怀社区领袖代表 与相关贵宾齐聚 互相打气勉励 其实我们活在世界上 每天都有很多杂事 自己一个人去应付 也是可以 但是有朋友帮忙 大家一起会更容易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事实上从 到今天我们整个台北 只有20个社区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在未来 台北大概要成为一个 文明的城市 国际的城市 但更重要它是一个 互相关怀的城市 而且每个慈悲关怀社区 都有它不同的特色跟重贷 但是终归一句话 就是刚刚总统长才讲的 人物性设合一道宅老中啊 那刚刚你也看到我们 神龙龙的一个 其实你就从长者的关怀 到深入去了解他的家庭 那或是他让他走出来 然后透过专业的联益的整个系统 去帮忙到里内去照顾那些长者 一到宅都关怨的做到 到最后甚至是老中 那这样整个效果 其实它是带着微笑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社区里面 第一个我们有非常好的里长相关的领导人 尤其是我们有非常活跃的志光 那我们现在在十分拜设计希望 设计所谓的专业志光 要算18千人 但是已经有人用 几个人已经完成了 我感觉是要够起来 因为大家有法度在那里 社区里面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故事 所以一直开始告诉你们说的 我们要外人 可以自己一个人外人看得很好 他要做这些事 如果旁边都有 有人在照顾 有人在照顾 这个是国际自卫关事区里面 最重要的精神 每年的台北市国际社区 慈悲关怀日 以辛火相传连结台北市社区 今年由台北天后宫慈悲关怀社区 传递给南港人福 以社区一样幸福到老 为推动主题 期许社区与社区的善循环 深深不息 展现台北市互助合作 关怀的精神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每年都会指办太鲁阁族春枝送 农产品行销到台北市政府推广 花莲县秀林乡乡长王玫瑰 首先对太鲁阁后事故邀请民众一同默哀 今天是要进行宣传活动 带来精彩的表演与农产品 非常丰富的农特产品 这都是我们农民细心栽培 产出的农特产品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以前我们只会在我们自己部落去做行销的工作 之后好不容易会前几年就开始往吉安 花莲市的方向去做这样的行销 那今年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别 能够到台北来召开 为这个活动召开记者会 对公所来讲也是第一次 对农民来讲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的第一次都给了台北市政府 虽然这个疫情的关系在推广电商 不过就我们两个礼拜前 举办这个智慧城市的经验 其实现在全世界是叫线上线下合并 那固然刚才乡长说 他们会在秀林乡乡公所的网页 推出这个线上订购 不过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实体体验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我们在五月中旬 在花博公园 圆民风卫馆会举办两天的 这个秀林乡农特产品跟工艺品的行销活动 这也是让台北市民可以直接去看 所以将来的销售一定是线上线下合并 固然有一个线上让你去点 直接电商买 但是还是一个实体体验的地方 花莲秀林乡班里的农产品推广活动 已经迈入第15年 今年来到台北市政府推广 除了邀请民众为太鲁阁耗事故莫哀 也欢迎民众支持农特产 除了利用网路订购的方式 也可以到花莲游玩采购 五月也将会有相关市集 在花博举行 拓展民众的农产体验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最近天气逐渐炎热 为了要宣抖节约用电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 趁着清明廉价到建国假日花式 向民众分享各种节点的小PayPal 同时安装台湾电力APP 就可以使用多种交费方式 并随时掌握用电及账单资讯 方便又损失 大小朋友玩着扭蛋机 除了可以将扭蛋免费带回家 也顺便了解节点资讯 为自己省荷包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同仁 趁着清明廉价 来到人潮众多的建国花式 向民众分享各种节点小PayPal 还有全新改版的电费单 我们台电也推电子账单 电子账单每一期的电费 可以回馈10块钱 所以也希望民众能够 跟台电申请电子账单 台电公司在4月份 我们有新的电费单 已经改版了 它的视觉化的效果 会让你更容易阅读 那我们也增加了一个节电资讯 让你在收到电费单的时候 可以比较一下 你的用电量 有没有比过去节省 提醒你要做节电 由于天气逐渐炎热 民众开始吹电扇冷气 用电增加 除了呼吁民众 可以考虑逐渐态换家中老旧电器 也鼓励民众多用网路 勺走马路 下载台湾电力APP 就能随时掌握用电及账单资讯 那这个APP非常的好用 就是说 它里面除了用电资讯 历史资讯之外呢 它还可以让你缴电费 非常的方便 那不论你是去超商缴费也可以 用信用卡缴费也可以 都非常的方便 那最后就是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民众家里如果有一些耗能的 不是非常老旧的用电器具呢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更换成有节电标章的产品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除了让你可以省电费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说 聪明的用电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同仁 利用休假时间来到花市摆摊 用行宣导节电资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聪明用电 省荷包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谁你挑 电视